这里是什么情况 他以为对方没有枪吗 Snickers在三个人脸上开摩托 这是想追人 但是没想到GBL这边其实是有枪的 有点想太多了 人家已经在地上跑了半天了 而且Perfect强行下车了 应该是顶到石头 这个雷过来 Perfect应该是凶多吉少 被手打掉 这话达达出击 在本场当中是率先 拿掉了TwisterMine的人头 而且他现在知道 这个房子里面有 有枪很快呀 是的很快 这枪射第一波感觉打得也是有点慢了 是的 他的感觉育苗出问题了 我也感觉育苗出问题了 还不如开镜 是的 在龙几身上站了一段时间的 然后Battleens开车往那边去走了 这样的话 零术是将Battleens的分数给拿下 那北边LG依旧是将Danawa的 人员编制给打飞了一个 角色互换了 对吧 刚刚Danawa你怎么打的TM 现在的话LG就是怎么对护点 因为两大世界冠军的争夺 确实 确实 这个房型靠左侧 就是Example这个世界 左侧的过点是不太好过 但是那边黄生的顶上防点 有点满满了 这一波黄生的 看看哪边先破点 现在需要一个信息 是的 Navi一看他已经是 奉了两个木板房 之间一个过点 想走北边的集中箱那个位置 CS在山头 昨天也是在这个点 是打了FORM 会在山脚 我霍你Example加的很准 将Swimzy打掉之后 并没有第一时间反扑 但是防缺电的Millman 被踢勾针打掉 我也没什么效果 知道 真面是一个二打三 开Example 能不能力挽狂澜 有机会扶SQ这边 侧身帮队友看住就可以了 无法很关键 被反秒了 黄生利用这一枪证明了 刚刚 就洗了一下自己刚刚的操作 这一波确实是很准 反秒无法 感觉无法 应该是被那个门卡了一下枪 一个更马的 被之前马枪的人 打掉了 但是这个 无法这一枪确实有点不应该啊 嗯 他是 我当时觉得他的第一时间是 他知道这个位置有人 但是他又怕这个二楼的人架他 他想快速秒的要进点的人之后 再撤回来 对 感觉有点像卡枪的感觉 自信收枪了有一点 是的 无法被火烧到这样的话 就没机会了 SQ满边拿下纳维 而且现在很有机会的是什么 头顶上突然有枪伸了 他会不会抓住这部机会 往上让他顶呢 没错 因为他再往其实侧边走的话 已经不太通了 是的 完全可以顶啊 因为他没有倒人 其实站也没有什么可铁的 因为两方头都扔差不多了 对 那侧边也没有什么可走的 是吧 终于我头顶上这边 Hemmas被放倒 比较猛斯一个烈士对枪啊 是将Hemmas打掉 只身不修一个人 哦 反面又是个头皮 太康 这后续几枪是真准啊 是的 因为DT 他是知道李亏特在打架 两边杀 他想通过这个台命点 上去跟CES打一波CVC SQ现在等爆团 所以密集加上黄胜利 两个人同时在往前顶 力不过断后 这面高打架打了一个 雪亮还可以 是的 再给闪 又打一个吧 这次队友的枪线 好凶啊 对啊 有时间打药吗 黄胜利已经顶过来了 那边还在扶人 间隔的有点远的 不过头顶上 GENGDG98的出枪 是淘汰掉了 SQ顺势应该还要拿下 CES的人头 没错 这波经济两个人过来 CES也是两个人 哎呀呀 哎呀呀呀 嗯 这张的大外面 确实有点秀啊 真不找掩体啊 哦 这个能抽 哎呦 这里的话 要是过来 直接被Foxy给抽倒了 不过能救应该是 但是吃雷啊 这个位置 嗯 我看经济进点的 这两个人 好像只有身上 只有一颗雷 他们跟Foxy呢 一直想给Foxy压力 但是侧翼啊 17因为发现Foxy进圈了 现在17选择 拳员往身上去顶 但是小洛 被原点的7T给打掉 现在Foxy其实很难受 对的 主要Foxy现在的位置 他得扛 扛过这个圈 他其实把时间点 算的差不多了 因为真的边缘 没有地方可待 只能往这个坑里 去扎一手 是的 现在唯一的好 7的位置嘛 其实我们从 他们第一手来看的话 稍微还有一点点距离的 要防一手 没输倒了 其实就是 天霸呢 想做邻居 但是因为现在 石器已经被解放出来 而且北边上 集中上不带圈 虽然在那个小房区当中 也是可以无限去输出 导致天霸就没有办法去站位 你看当时 他落位之后 第一时间是想扔雷 处理Foxy的 对 而且我们知道 这个位置本身就比较尴尬 他其实也是被迫的 想要去出手 去打掉这里 让自己的存活空间 就是空间更宽一点点 但石器确实是太限制这里的站位了 一波刷屏 最后的话 七七也是被浩的人给打掉 这个就没办法 但是七七被打之前还扔了一个雷 比如说撞进来 但是被原点的枪行电 就是来自于浩 反而是这个位置 让最后LG给拿下来了 是的 那这个位置的话 还是会被石器清 我觉得石器刚才打天霸的时候 没有太多雷 没错 哦石器可以做动作了 他已经把自己这个整个东侧给清光了 没错 台面应该有可能是在顶上 一直在给枪线压力 让石器让石器没办法第一时间过来 他看竞典 Vegas没顶住 又是Haven 又是他 Haven好顶啊 这次世界赛 还能救队友 救下来之后是个二打二 现在底坡在救人 而里面Foxy埋掉了一个 把脚底下LG给清掉了 而且头顶上的话 现在小武基地一直在防着的 是的 上大风了 目前11来到17来到第一位了 STK直接被淘汰掉了 他是满边过来的呀 是的 而且Acent找到一波机会 直接将 STK瞬间团灭 两边 一个GBL加Acent直接淘汰掉了 STK 真的头好偷STK 是的 被夹了 关键是Acent也可以顺利下山 现在是GBL要选择 他想把头顶上去摸掉GENGY吗 哦 原点就是不换 然后这个破烟斗 是的 不换的话应该两个队伍都可以救 小北能扶 肯定能扶 小北这个位置只要封烟就可以了 对的 这个timing 就是年轻一倍来不及了 这是 哎呀 赢 这对方太能晃了呀 这延体 哦 反应是真快呀 太明 啊 这个又没打过 哎呀 今天怎么老出院反杀呀 呃 被 Pick的节奏拉烂了 这17只要扛过这波 只要四个人能够顺利的下山 后续问题就不大 是的 只要下一个圈能把SoloEye刷出去 那么SoloEye的优势将荡然无存 嗯 这个声位啊 漏得有点太大了 应该不会被 物与了 还是小鬼拿的分数 可以可以可以 分数全收 对 应该不会放他下来的这个位置 圈形 又在这里停了 你开不了了 是 就是那个石头后面 他们估计也是觉得到这个目的 给雷 漂亮小白 这确定是吃雷的 对的 但你来也没问题 你给分嘛 对不对 谢谢你 啊 谢谢 全部收下 是的 小白单人 十个淘汰 就这个点 他们知不知道 近点已经走过来一个了 对吧 近点这个人 我觉得他出枪有点难 因为他是唯一 尽可能改变格局的一个人 这个麦卡 打掉 打掉是原点的 看一下麦卡出枪 什么时候 但是双风在念雷啊 他只要不打倒人 其实 位置锁定有雷 这个时候速决其实不倒 没有任何人 没问题了 现在 直接不看来掉过去 刀刀拿下 十五杀 十七吃了一把 大